非洲的环境究竟有多恶劣 刚到这里三天的时间 全身被晒伤变得通红 就是随便出现一只虫子 也能把人给吓哭 这是一档原始生活欢迎求生节目 一男一女在野外生死21天 即可获得百万奖金 本期挑战地点位于南非北部 由于环境非常恶劣 原本属于一男一女组队欢迎求生 但是一时找不到女伴 因此铁袋只能自己开始担任挑战 铁袋为法国退役军人 在部队学过野外生存知识 他对这一次的欢迎求生 非常的有信心 铁袋带了一把砍刀和一个水杯 他要步行到两公里外的目的地 进行扎营 地上出现非常多的碎石 走起路来非常的扎角 为了避免被太阳晒伤 铁袋拿起一块石套 用手将泥土往身上涂抹防晒 一个小时以后 铁袋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有河流 非常适合搭建庇护所 但想要喝到安全的淡水 必须要煮开再行 在这里 铁袋还发现了一只被咬死的羚羊 这就证明 附近很有可能存在凶猛的肉食动物 铁袋在附近 找到了一个阴两的地方 这里很适合搭建庇护所 铁袋使用干枯的树木 和一些树枝 搭建出一个简陋的庇护所 接下来就是生活 非洲干旱炎热 人体需要大量的水分 维持生命 要不然就很容易种树 铁袋尝试钻木取火 钻木取火是欢迎求生生活中 最难的一种 铁袋花费了几个小时 体力被耗得差不多了 然而他依旧没有把火给升起来 又渴又累的铁袋 有水也不敢喝 变完铁袋不敢睡太久 附近出现了美洲豹 第二天一早 铁袋在水边洗了个脸 此时的他已经快要被渴死了 如果他今天再没有喝水的话 估计就撑不过明天 由于没有火源 铁袋就血缘旁挖了一个洞 尝试通过洞的渗透 获得干净的水源 但即使这样 水也会含有大量的洗菌 铁袋也哭不了这么多了 直接喝了起来 非洲中午的太阳 那实在是太炎热了 铁袋用草叶 编织了一顶太阳帽子 这一看起来 可非常拉风 铁袋有了这点帽子的加持 成为这片草原上 最拉风的帅哥 走回庇护所的时候 地上的石头非常的烫脚 铁袋走起路来 非常的困难 走这么一小段路 铁袋觉得自己已经头昏脑胀了 他直接躺在了面包树下 休息一会儿 醒来之后 又回到水上面喝水 但是持续的降温 让铁袋实在是受不了了 只好躺在水中降温 在这里铁袋抓到了一只小青蛙 生吃青蛙 那可是很危险的事情 但没有火 而且急需补充能量的铁袋 也别无选择 这只青蛙 是铁袋两天以来唯一的食物 这一整天 几乎都是在挨饿 以及饥渴中度过 一个人的荒野生存 实在是太困难了 第三天 铁袋的女伴 终于找到了 翠花此时 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到铁袋的身边 翠花带了打火机 这一对铁袋来说 是目前非常重要的 有了火之后 就可以喝到安全的淡水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铁袋由于喝了不干净的水 以及生吃青蛙 已经复现了几个小时 他再也撑不下去了 只好呼叫节目组 带他离开 翠花本想要抱大腿 赢取奖金的 可没想到 现在要全靠自己活下去 翠花开始尝试生火 一顿操作下来 翠花成功的升起了一堆火 他打算完善庇护所 将一些干枯的木头围成一圈 这虽然不保暖 不防雨 但是能够有效的阻挡夜晚野兽的攻击 夜晚非常的冷 让翠花无法入睡 第二天一早 他继续完善庇护所的屋顶 两天没有吃东西的翠花 急需补充能量 他来到面包树下碰碰运气 他捡到了一个红面包裹 他的假含量是相较的六倍 吃起来比较硬 但是味道还可以 在傍晚的时候 天气凉爽 非洲的蝎子开始觅食 翠花被一只蝎子给吓哭 一整晚都睡得挺心吊胆 连续几天都没有睡好觉的他 现在已经出现了精神不振 庇护所里出现一只蝎子 再次把翠花给吓哭了 翠花拿着火把 想要赶走蝎子 但是蝎子的频繁出现 让翠花有些还不敢回 面对非洲的恶劣环境 翠花选择了退出比赛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 我是吃瓜姐 咱们下期再见吧 看下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